街道上挤满人潮 路口前方更窜出熊熊大火 法国巴黎街头一戏变了样 民众情绪如此激动 全是因为政府这项决定 法国总统马克宏决定推动 备受争议的年金改革方案 把退休年限从62岁提高至64岁 但由于执政党担心无法掌握多数 国民议会竟然不进行投票 通过养老金改革方案 甚至引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 照顾国会强行通过相关法案 该项决定除了激怒反对党 许多议员当场离席 更引爆法国大规模社会抗议 根据统计目前至少一有七千多人 自发性聚集在巴黎街头抗议 警方也施放催泪瓦斯和水炮加以驱离 眼看抗议越演越烈 也让马克宏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三连新闻这条报道